看到你 我其实长大我也想当总统 他觉得 有女生可以站出来 女人可以站出来 他觉得那你可以我也可以啊 不久前到肯雅娜民营 和其中一名女孩的聊天内容 吴欣盈强调女权重要 只是先前舅舅徐显荣透露 他参选副总统梅汉 家人讨论 我母亲那天对我的留言 真的是心疼你对不对 他常笑说 他取我的名叫 因为欣盈 说隐盈 隐盈就是很闲的事情 隐盈没在一起做 对 可是没想到他说 他说那应该是你的生肖 你又数码 然后你又是金牛座的 你的命都是四只腿的动物 那他说是不是就是奔波老路命 吴欣盈母亲曾说 他从小就很有自己想法 看来不论是参选 或是在国际场合 他的确都有自己见解 核能议题也侃侃而谈 我觉得民众党是支持核能的 跟卢森堡的议员交流 他们就是说 在他们的国家是非常不鼓励核电的 问题是他们的制造业只有6%的经济贡献比 他是有买核能 可是他是跟边界的国家在买核能 可是问题是台湾的话就是一个岛 想要买便宜的 可是又不要自己放在自己的土地上 是非常有挑战的 是不可能的 吴欣盈在国际场合替台湾发声 更希望能替自家党主席柯文哲加分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